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兆破大辽 陈桥义滴泪斩小卒 古风一首 大鹏九福北明里 海运团风九万里 丈夫案件居鹏蒿 时间谈笑阴阳起 县官施政群臣度 天下黎民思乐土 壮哉一百八英雄 任辖诗人聚山雾 宋将一气天下兮 学究谋略人中齐 哲国秦府聚虎将 披肩直锐进贱儿 蒙冲战舰环滩塌 见几短兵步山寨 三官不武太森严 万幸闻风拒胆碎 唯诸国度去残贼 替天行道民进安 只为忠贱儿 遂令天照降凉山 东风伏伏征袍武 诸鹿翩翩动征骨 黄风玉酒远香斑 自你谨起仍安府 承恩将校疏忠情 焚香再拜朝玉京 天子龙颜洞喜色 诸侯姬节歌声平 汴州城下屯宵祭 一心报国真家会 晋归郎庙左清朝 万古千秋上忠义 话说当年有大辽王国 起兵前来 侵战山后九州边界 兵分四路而入 掳掠山东山西 抢掠河南河北 各处州县深达表文 奏请朝廷求救 先经书密院 然后得到御前 所有书密同冠 同太师蔡经 太位高求扬简 商议纳下表彰不奏 只是行仪临近州府 催赞各处 竟调军马前去侧应 正如丹雪田井一般 此事人皆尽知 只瞒着天子一个 是来四个贼臣社稷 叫疏密同冠起奏 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 不期那玉平封后 转出一员大臣来贺助 正是殿前都太位 宿原井 便向殿前启奏道 陛下 宋江这伙好汉方式归降 百丹八人恩同手足 异若同胞 他们绝不肯便拆散分开 虽死不舍相离 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 慈悲好汉 志勇非同小可 躺或狱中翻遍起来 将何解救 如之奈何 现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 亲战山后九州所属县志 各处深达表文求救 雷次调兵 前去争较交锋 如汤泼移 贼士浩大 所遣官军 又无良策可退 眉眉只是折兵损将 为满陛下不奏 以臣于剑 正好拆宋江等全伙良将 不领所属军将人马 直抵本境 收服辽国之贼 令慈悲好汉 尽功尽用 于国实有便义 微臣不敢自专 其请圣见 天子听罢肃太尉所奏 龙颜大喜 询问众官 句言有礼 天子大骂 书密院同贯等官 都是如等禅宁之徒 勿国之辈 度贤极能 闭塞贤禄 使此矫情 坏尽朝廷大事 孤述情罪 免其追问 天子亲书赵赤 赐宋江 为破辽都先锋 其余诸将 待建功 加官授绝 就差太尉 宿远景 亲机赵赤 去宋江军前 行营开读 天子退朝 败官揭散 且说宿太尉 领了圣旨出朝 竟到宋江 行债军前开读 宋江等盲牌相案 拜谢军恩 开读赵赤 至约 顺有天下 居高瑶 而四海贤福 汤有天下 居一银 而万民俱安 朕自即位以来 任贤之心 素叶米代 尽得宋江等众 顺天护国 秉义全中 如丝大财 畏义轻任 今位辽兵亲近 逆路范边 赤家宋江为 破辽兵马 都先锋时 卢俊义为 赴先锋 其余军将 如夺投工 表身奏文 量加官爵 就同所部军马 克日兴师 直抵朝学 罚罪调民 扫清边界 所过周府 令赤应付钱粮 如有随处官吏人等 不尊将令者 习从便亦处置 故自治事 享宜之息 宣和四年下 月日 当下宋江 卢俊义等 贵厅赵斥以罢 众皆大喜 宋江等 拜谢宿太尉道 某等众人 正欲如此 与国家出力 立功立业 亦为忠臣 今得太尉恩相 历次宝奏 恩同父母 只有梁山坡朝天王 灵魏未曾安错 亦有各家老小家眷 未曾发送还乡 所有成员未曾拆毁 战传亦未曾将来 忧凡恩相提奏 起降圣旨 宽限寻日 环山辽慈树士 整顿器具枪刀甲马 便当尽忠报国 宿太尉听罢大喜 回奏天子 即将圣旨 至次库内取金一千两 银五千两 彩断五千匹 颁刺众将 就令太尉 与库葬观之 去行营 表散与众将 原有劳小者 赏赐己父与劳小 养善终身 原无劳小者 己父本身 自行收受 宋将奉斥 戏恩以弊 击散众人收器 宿太尉回朝 吩咐宋将道 将军环山 可速去快来 先使人报之下官 不可耻物 忧师为证 兵阵堂堂 已受降 宁臣前帝 亥忠良 宿公立奏 征交鲁 使得孤中 达妙郎 再说 宋将 聚众商议 所在 环山人 数是谁 宋将 欲同 军师无用 公孙圣 林冲 刘唐 杜谦 宋万 朱贵 宋青 阮家 三弟兄 马步水军 一万余人 回去 其余大队人马 都随卢新峰 在京师屯扎 宋将于 无用 公孙圣等 余露无化 回到 梁山坡 忠义堂上 坐下 便传将令 叫各家 老小眷属 收拾行礼 准备启程 一面叫 宰杀 朱阳 牲口 相逐 前马 即献 朝天王 然后 焚化 灵牌 做个 会众的 言席 管代 众将 随即 将各家 老小 各个 送回 元所 周县 上车 乘马 聚已 去了 然后 叫自家 庄客 送老小 宋太公 并 家眷 人口 再回 运城县 宋家村 赴为 良民 随即 较软家 三弟兄 拣选 何用船只 其余 不堪用的 小船 进行 挤散 与附近 居民 收用 山中 应有 屋与 房舍 任从 居民 搬拆 三官 成员 中 一等 屋 进行 拆毁 一应 事物 整理 医疗 收拾 人马 火速 还京 一路 无化 早到 东京 卢俊 一等 接至大寨 先使 燕卿 入城 报之 宋太尉 要赐 天子 引领 大兵 启程 宋太尉 建报 入内奏 之天子 次日 引颂 将于 五英殿 朝见 天子 龙颜 心悦 赐酒 以罢 御阴 问道 清 当 修辞 道徒 跋涉 君 马 驱驰 与寡人 争 鲁破 辽 遭奏 凯歌 而回 朕当 众 家 录 用 其众 将校 量 功 家 绝 轻 勿 待 言 宋 将叩头 称谢 端俭起奏 臣乃 彼为小力 悟犯行典 留地江州 最后狂言 临行弃势 众力 旧之 无处逃避 虽乃前身水泼 勾炎威命 所犯罪恶 万死难逃 今蒙圣上宽序收录 大夫旷荡之恩 得蒙赦免本罪 臣披肝力胆 尚不能不报皇上之恩 谨奉照命 敢不极力尽忠 死而后矣 天子大喜 再次御酒 叫取苗金雀化 弓箭一副 明马一匹 全副安配 宝刀一口 赐予宋江 宋江叩首谢恩 辞弊出内 将领天子御赐 宝刀鞍马弓箭 就带回营 传令诸君将校 准备启行 且说徽宗天子 赐早领宿太尉 传一下圣旨 叫中书省院官二元 就陈乔义 与宋江先锋 靠劳三军 每名军士酒一瓶 肉一斤 对众官之 无得克俭 中书省得了圣旨 以免连羹小夜 整顿酒肉 拆官二元 前去挤散 再说 宋江传令诸君 便与军师无用计议 将军马分作二起进城 领五虎八标将 引军先行 十票计将在后 宋江卢俊义 无用公孙胜 统领中军 水军头领三软 李俊张衡张顺 带领同威同莽 孟康王定六 并水手头目人等 称驾战船 自菜河内出黄河 投北进发 宋江崔散三军 取陈乔义大路而进 号令军将 无得动扰乡民 有失为证 招摇惊佩出天经 受命专师誓远征 虎视龙乡从此去 区区北鲁等贤平 且说中书省拆到二元相关 在陈乔义挤散酒肉 赏唠三军 谁想这伙官员贪婪无厌 迅思作弊 克兼酒肉 都是那等禅宁之徒 贪爱贿赂的人 却将御赐的关酒 每瓶克兼只有半瓶 肉一斤克兼六两 前队军马 进行挤散过了 后队散到一队造军之中 都是头上黑盔 身披悬甲 却是相冲里滚 所管的牌手 那军汉中一个军孝 接着酒肉过来看时 酒指半瓶 肉指十两 指着相关骂道 都是你这等耗力之徒 坏了朝廷恩赏 相关贺道 我怎的是耗力之徒 那军孝道 皇帝赐俺一瓶酒 一斤肉 你都克茧了 不是我们争嘴 堪寒你这丝门无道理 缝面上去刮金 相关骂道 你这大胆寡不尽杀不绝的贼 梁山坡反性尚不改 军孝大怒 把这酒和肉 劈脸都打僵去 相关喝道 拙下这个坡贼 那军孝就团排边 撤出刀来 相关指着手 大骂道 阿萨草寇 拔刀敢杀谁 军孝道 俺在梁山坡时 强似你的好汉 被我杀了万千 让你这等赃官 何足道哉 相关喝道 你敢杀我 那军孝走入一步 手起一刀飞去 郑重相关脸上剁着 扑得倒了 众人发声喊 都走了 那军汉又赶将入来 再剁几刀 眼见得不能够活了 众军汉 猝住了不行 当下相冲离滚 非报宋江 宋江听的大经 便与无用商议 此事如之奈何 吴雪就道 省院官甚是不惜我等 仅要做出这件事来 郑重了他的机会 只可先把那军校 斩首号令 一面申赴省院 乐兵听罪 及其可叫代宗燕卿 悄悄进城 被戏告知肃太尉 凡他欲先奏之委屈 令中书省院 缠害不得 方保无事 宋江既一定了 飞马亲到陈桥一边 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 宋江自令人 与管义内搬出酒肉 赏唠三军 都叫进前 却换着军校 直到管义中 问其情节 那军校答道 他千凉山坡反贼 万凉山坡反贼 马俺们杀寡不尽 因此一时兴起杀了他 专带将军听罪 宋江道 他是朝廷命官 我物自拒他 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 许是要连累我等众人 按如今方时 奉赵去破大辽 未曾见尺寸之功 到坐下这等的勾当 如之奈何 那军校叩首扶死 宋江哭道 我自从上梁山坡以来 大小兄弟 不曾坏了一个 今日一身入关 事不由我 当守法律 虽是你强气未灭 使不得救时性格 这军校道 小人只是扶死 宋江令那军校 痛饮一醉 叫他树下一死 却斩头来号令 那相关失守 被关过城柱 然后动文书 申成中书省院 院官们都已知了 不在话下 有失为证 刻见官人不自修 被人刀砍一身修 宋江军令多严肃 流泪军前 斩足头 再说 代宗燕卿前地进城 经到宿太尉府内 背戏宿之钟情 当晚 宿太尉入内 将上相事物奏之天子 此日 皇上于文德殿设巢 龙楼镇骨 奉隔明钟 殿下静边三下响 接前文武两班旗 当有中书省院官 出班启奏 新降将宋江部下兵足 杀死省院差去 奸散酒肉命官一员 其圣旨拿问 天子曰 寡人带不为你省院来 是却该你这衙门 改因伪用不得其人 以致惹起事端 赏君酒肉 必然大破小用 梁山君士虚受其名 以致如此 省院等官又奏道 欲酒之物 谁敢克茧 事实天威震怒 喝道 寡人已自差人 暗行替查 深知背戏 而等上次巧言令色 对阵之无 寡人欲赐之酒 一瓶克茧半瓶 此肉一斤 只有十两 以致壮士一怒 目前流血 天子贺问 正犯安在 省院官奏道 宋江已自 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 申成本院 乐兵听罪 天子曰 他既斩了正犯军事 代报听罪 宋江禁制不言之罪 全且记录 待破辽回日 两宫礼会 省院官漠然无言而退 天子当时传旨 拆官前去 催都宋江提兵前去 所杀军孝 就与陈乔义 销首示众 却说 却说宋江正在陈乔义 乐兵听罪 之前 驾上 拆官来道 拙宋江等 进兵征疗 违犯军校 销首示众 宋江 谢恩已毙 将军校首级 挂于陈乔义 号令 僵尸埋了 宋江 大哭一场 锤泪上马 提兵 望北而进 每日兵行六十里 扎营下寨 锁过周县 秋毫无犯 沿路无话 将此相进 大辽境界 宋江便请 军师无用 商议道 即日辽兵 分坐四路 侵犯大宋 周郡 我等 分兵前去 征讨的事 只打 城池的事 无用道 若是分兵前去 奈缘地广人稀 首尾不能就应 不如只是打他几个城池 却在商量 若还攻击得紧 他自然收兵 宋江道 军师此计甚高 随即换过段景柱来吩咐道 你走北路甚熟 你可引军马前进 进的是慎州县 段景柱禀道 前面便是潭州 正是辽国紧要碍口 有条水路 港岔最深 换作陆水 团团绕着城池 这陆水直通魏河 需用战船征进 已先攒水军头领 船之道了 然后水路并进 船迹相连 可去潭州 宋江听罢 便是戴宗 催攒水军头领 李俊等 小叶攒船 至陆水取齐 却说宋江整点人马水军传之 约会日期 水路并进 沙头潭州来 且说潭州城内 首把城池翻关 却是辽国洞仙侍郎 背锦相公 手下四元猛将 一个换作阿里奇 一个换作 咬而为康 一个换作 楚明玉 一个换作 曹明记 此四元战将 皆有万夫不当之勇 文之宋朝 采宋江全火到来 一面写表 深奏郎主 一面官报 临近 冀州 霸州 桌州 雄州 求救 一面调兵 出城迎敌 便拆阿里奇 楚明玉两个 引兵三万 辞了总兵 侍郎 领兵出战 且说 大刀官胜 在于前部先锋 引军杀进 潭州所属 密云献来 献官文的 非报于两个 藩将 说道 宋朝军马 大张旗号 乃是梁山坡 新受昭安 宋江这火 阿里奇听了 笑道 即使这火草寇 何足倒在 传令叫 翻兵 扎颠已了 来日出密云县 与宋江交锋 此日 宋江听报 辽兵来尽 及时传令 诸军将士 首先交锋 要看个头事 休要师之脱节 众将得令 欣然披挂上马 宋江卢俊毅 具个戎装换代 亲在军前 兼战 远远望见 辽兵盖地而来 黑洞洞的遮天壁地 都是造雕旗 两下旗把弓弩射住阵脚 只见对阵造旗开处 正中间捧出一员翻将 骑着一匹打马 弯环踢跳 宋江看得翻将时 怎声打扮 弹剑 戴一顶三叉紫金棺 棺口内拴两根制尾 穿一领衬甲白裸袍 袍背上绣三个凤凰 披一副连环 宾铁铁铐 寄一条嵌宝尸蛮袋 着一队云根鹰爪靴 挂一条护像 硝金帕 戴一张雀化铁胎弓 悬一壶凋零皮子剑 手诺梨花点钢枪 做其银色 全花马 那翻冠 面白纯红 虚黄掩蔽 身长九尺 力敌万人 旗号上写得分明 大辽战将阿里奇 宋江看了 与诸将道 此番将不可轻敌 颜未决 金枪手徐宁出战 横着勾连枪 肘坐下马 直临阵前 番将阿里奇见了 大骂道 松朝和拜 命曹寇为将 赶来侵犯大国 赏不知死 徐宁喝道 如果小将赶出讳言 两军呐喊 徐宁与阿里奇 向道该心交战 两马相逢 手中兵器并举 二将斗不过三十余和 徐宁敌不住 番将 望本阵便走 花容汲取弓箭在手 那番将正赶将来 张青又早按住安桥 探手去锦带内 取个石子 看着番将较亲 照面门上指议石子 却似流星飞坠 弩箭离弦 正中阿里奇左眼 番金斗落于马下 这里花容临冲 秦明所超四将齐出 先抢了那匹好马 活捉了阿里奇归阵 副将楚明玉 见折了阿里奇 即要向前去救使 被宋江大队军马 前后掩杀将来 就弃了密云县 大败亏书 奔潭州来 宋江且不追赶 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 看番将阿里奇时 打破煤烧 损其一幕 腹痛身死 宋江传令 就把番官尸骇烧化 功绩布上 标写张青第一功 就将阿里奇连环 冰铁铁铭出白梨花枪 欠宝尸蛮带银色全花马 并削袍弓箭都赐了张青 适日 且就密云县重 众皆作贺 设宴饮酒 不在话下 有诗为证 大辽润味 非天命 累纵狼狐寇 北疆 阿里可怜 吴永略 交锋时下一身亡 次日 宋江声帐 传令起军 调兵遣将 都离密云县 直抵潭州来 却说潭州洞仙侍郎 听得报来 折了一员主将 兼臂城门 不出营敌 又听得 抱有水军战船 在于城下 虽乃引众番将 上城观看 只见宋江镇中猛将 摇旗呐喊 耀武扬威 诺战厮杀 洞仙侍郎见了 说道 死此 怎不输了 小将军阿里奇 当下 副将楚明玉答应道 小将军哪里是输于那四 满兵先输了 俺小将军赶将过去 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 以石子打下马去 纳斯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 便来团住了 俺这币乡措手不及 以此输于他了 洞仙侍郎道 那个大石子的蛮子 怎的模样 左右有认得的指着说道 尝下物那个戴轻包金 现金披着小将军的衣甲 骑着小将军的马 那个便是 洞仙侍郎攀着女墙边看时 只见张青以仙字剑了 船马向前 见一石子飞来 左右骑叫一声躲石 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耳根边擦过 把耳轮擦了一片皮 洞仙侍郎附腾道 这个蛮子直这般厉害 下城来 一面鞋表伸奏大刘郎主 一面行报外进各州低倍 却说宋江 引兵在城下 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 再引军马回密云县屯住 掌中坐下 即一破城之策 只见戴宗报来 去到水军头领 长驾战船 都到陆水 宋江便换李俊党 到中军商议 着戴宗传令下去 李俊党都到密云县中 帐前参见宋江 宋江道 今次厮杀 不必在梁山坡石 可要先探水势深浅 然后方可进兵 我看这条陆水 水势甚急 躺货一尸 难以救应 而等可以仔细 不可拖大 将船只 盖伏得好着 只扮作运梁船相似 你等头领 各代暗器 潜伏于船内 只着三五个 称驾摇鲁 岸上着两人千叶 一步步挨到城下 把船驳在两岸 带我这里进兵 城中之道 避开水门来抢梁船 而等伏兵鹊起 夺他水门 可成大功 李俊等听令去了 只见碳水小笑报道 西北上 有一镖军马 卷杀而来 都打着造雕旗 与有一万余人 往潭州来了 无用道 必是辽国调来救兵 我这里 先拆几将 拦截厮杀 杀得散实 勉令城中 得他壮胆 宋江便拆张青 董平 官胜临冲 各带十数个小头领 五千军马 飞奔前来 原来大辽郎主 文芝说是 梁山坡宋江 这伙好汉 领兵杀至潭州 围了城子 特拆这两个皇旨 前来就应 一个换作一律国针 一个换作国宝 两个乃是辽国上将 又是皇旨 皆有万夫不当之勇 引起一万藩军 来救潭州 看看至近 迎着送兵 两边摆开阵势 两员藩将一起出马 都一般打扮 弹剑 头戴辱金茜宝 三叉紫金冠 身披紧边朱茜 锁子黄金铠 身上星星血染 战红袍 袍上斑斑紧致金翅雕 腰记白玉带 背插虎头牌 左边带内插雕弓 右手胡中 传映剑 手中诺杖二绿尘枪 坐下骑九尺银宗马 那藩将士弟兄两个 都一般打扮 都一般使枪 送兵迎着 摆开阵势 双枪将董平出马 立声高叫 来者渗处翻官 那一律国贞大怒 喝道 水挖草寇 赶来泛屋大国 到问俺哪里来地 董平也不再问 月马挺枪 直抢一律国贞 那帆官 年少的将军 气性正刚 哪里肯饶人一步 挺起钢枪 直营过来 二马相交 三枪乱举 二将正在 征辰营里 杀气从中 使双枪的另有枪法 使单枪的各有神机 两个斗过五十合 不分胜败 那一律国宝 见哥哥 占了许多石 恐怕利切 就中军筛起锣来 一律国贞 正斗的热处 听得明罗 急要脱身 被董平 两条枪搅住 哪里肯放 一律国贞此时心忙 枪法慢了些 被董平右手 逼过绿尘枪 拾起左手枪来 往番将 向跟上 指一枪 朔个正着 可怜一律国贞 金冠道卓 两脚灯空 落于马下 兄弟一律国宝 看见哥哥落马 便抢出镇来 一记马一条枪 奔来就去 宋兵镇上 梅宇见张青 见他过来 这里哪得放空 再马上 约住梨花枪 探支手去锦带内 拈出一个石子 那石子百发百中 把马一拍 飞出镇前 说时迟那时快 这一律国宝 飞也四来 张青迎头扑将去 两记马 隔不得 十来丈远近 番将不提防 直到他来交战 只见张青手起 鹤声道 招 那石子 往一律国宝 面上打个正着 番金都落马 官圣临冲 拥兵掩杀 辽兵无主 东西乱窜 指一阵 杀散辽兵万余人马 把两个番官 全副鞍马 两面金牌 收拾宝官袍甲 仍割下两颗首级 当时夺了战马 一千余匹 借到密云县来 见宋江县纳 宋江大喜 赏落三军 书写董平 请张青第二攻 等打破坛州 一并伸奏 宋江宇 无用商议 到晚写下军帖 拆掉临冲观圣 引领一彪军马 从西北上 去取潭州 再调忽炎卓 董平 也引一彪军马 从东北上进发 却叫卢俊义 引一彪军马 从西南上 取路进兵 我等中军 从东南上进发 只听得炮响 以骑进发 却拆炮手 灵阵 黑旋风李逵 混世魔王樊锐 桑门神 报序 并排手 向冲 离滚 将在滚排 军一千余人 直至城下 释放 号炮 至二更为期 水路并进 各路军兵 都要 私应 号令以下 朱军各个准备取城 且说 冻仙侍郎 正在潭州坚守 转往旧兵到来 却有皇侄 败残人马 逃命奔入城中 贝戏告说 两个皇侄带王 耶律国珍 被个使双枪的害了 耶律国宝 被个带轻包金的 使使子打下马来拿去 冻仙侍郎 跌脚骂道 又是这蛮子 不争损了 二位皇侄 叫俺有身面目 去见郎主 拿住那个 轻包金的蛮子时 碎碎的戈纳斯 至晚 翻兵报 冻仙侍郎道 陆水河内 有五七百只 两船 驳在两岸 远远处 又有军马来也 冻仙侍郎 听了道 拿蛮子 不识俺的水路 错把梁传 直行到这里 岸上人马 一定是来寻梁传 便拆三元藩将 楚明玉 曹明记 咬而为康 前来吩咐道 那松江等蛮子 今晚又钓 今晚又钓 许多人马来也 却又若干 两船在安河里 可叫咬而为康 因一千军马 出城冲突 却叫楚明玉 曹明记 开放水门 从锦六里 放船出去 三艇之内 接他二艇 两船也好 便是如等 干大功也 不知成败如何 有失为证 妙算从来 窘不同 潭州城下 列蒙冲 侍郎不识 兵家义 反自开门 把路通 再说 宋江人马 当晚黄昏左侧 李逵樊瑞为首 将引步兵 在城下 大骂翻人 洞仙侍郎叫咬而为康 催赞军马 出城冲杀 城门开处 放下吊桥 辽兵出城 却说 李逵 樊瑞 豹絮 相冲 李滚 五个好汉 因一千步军 尽是汉用刀牌手 就吊桥兵冲住 藩军人马 哪里能够出的城来 灵阵却在军中 搭起炮架 准备放炮 只等时候来到 由他城上放箭 自有牌手 左右遮底着 宝絮却在后面呐喊 虽是一千余人 却有万余人的气象 洞仙侍郎在城中 见军马冲突不出 即叫楚明玉 曹明记 开了水门抢船 此时 宋江水军头领 都已先自 扶在船中准备 未曾动弹 见他水门开了 一片片搅起闸板 放出战船来 领阵得了消息 便先点起一个烽火炮来 炮声响出 两边战船私营将来 滴滴翻船 左边涌出 李骏张衡张顺 摇动战船杀来 右边涌出软家三弟兄 使着战船杀入帆船队里 帆将楚明玉曹明记 见战船踊跃而来 滴滴不住 料到有埋伏军兵 急在要回船 早被这里水手军兵 都跳过船来 只得上岸而走 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 先抢了水门 管门翻将 杀的杀了 走的走了 这楚明玉曹明记 各自逃生去了 水门上玉仙一把火起 灵阵又放一个车厢炮来 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 洞仙侍郎听得火炮连天声响 吓得魂不附体 李逵 反锐报序 引领牌手 向冲离滚党众 直杀入城 洞心侍郎和咬儿为康 在城中看见 城门已都被夺了 又见四路送兵人马 以骑都杀到来 只得上马 弃了城池 出北门便走 魏集二里 正撞着大刀观胜 豹子头临冲 两员上将拦住去路 洞仙侍郎怎声奈何 只得叫咬儿为康 盗此迎敌 正是天罗密布 南移布 地网高张 怎脱身 毕竟洞仙侍郎怎声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